欢迎来到Super ELS Station 前几天看到一句话 你大学里的志愿是你父母选的 你大学里的课程是你挑好过的选的 那你凭什么要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这句说给每个年轻人的话 瞬间点燃了我 假期闲来无事 收到公司的通知邮件 公司的网络课程第二轮课程开始 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学完 公司的学习资料向来甚多 一直觉得无非是一些基本的技能 或者是公司理念的东西 洗脑而已 今天真是没事干了 才打开去看看 上了一门课之后 脑子突然开始变清醒了 对一些日常手头做的事情 有了宏观的了解 也突然想起来 每次跟领导们开会的时候 领导说的都是什么意思了 这促使我 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冲动 去好好工作 有照一日像前辈那样 做一个在工作上受尊敬的人 而不仅仅是在个人爱好 与特长上有点光亮 想到这里 心里很激动 同时也思考了很多过去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一个能把个人爱好熬夜到两点 能把个人事物做得真正日上的人 工作上虽然不是很差 但也不是很牛逼的样子 与个人爱好事业 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绝不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 而是心在哪里的问题 我们总觉得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才是正经事 但是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事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 比如我自己 一直觉得工作以外的个人爱好 就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做得真正日上的 可是工作呢 一直以来都自认为 不是内心想做的事情 可内心想做的是什么呢 如果把个人爱好的内容 变成正业去做 自己就真的开心了吗 事实也并不是这样子 那究竟需要干什么呢 死来想去 其实就是逃避 我们总觉得 自己的工作特别的苦逼 而自己过的 就不是自己搞喜欢的日子 于是我们总是 用追逐内心的声音这句话 来鼓励自己 结果越这么想 越脱离实际 之后就开始了 无穷无尽的幻想和抱怨 其实对于普通孩子来讲 那些内心真实的声音 大体上都是作响其成 不劳而获的 比如希望有一大笔钱 可以去环游世界 但一提努力先工作 受人气挨人骂去赚钱 就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自己一腔的梦想 被社会的大熔炉烧得灰飞烟灭了 加上媒体过分地宣传一些 国外的思潮 以及一些成功人士 在成功后说出的名言警句 我们的内心开始躁动 越发找不找北了 于是我们动不动就辞职旅行 动不动就盯着钱换工作 动不动就找同僚 商量一点装外快的小动作 而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 埋头好好往心里 学点东西 也很少有人想着把自己 在工作上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社会浮华 物欲横流 每天上班的事 能推就推 能挡就挡 下班吃饭看电视睡觉 然后脑子里想着社会这么难混 工资怎么不长 特别是刚毕业的时候 受打压 受气 工资低 于是我们本能的逃避 那些可能发生的困难 想到未来会有困难 心里便开始 想着如果不做这份工作 如果是去旅行 如果是做自由职业者 就不需要面对了 于是呢 每个人在熟悉职场一两年之后 都会对一夜暴富和一夜成名 抱有热切的关注 会开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想着外面的世界 而周围 谁要特别努力地工作 总会嗣之以鼻地说一句 活得不要太用力 你至于吗 可是每当看到牛逼的前辈 在前方赏赏发光的时候 每次看到前辈的PPT 逻辑写得让人惊艳的时候 看到领导不管讲什么 都能够滔滔不绝的时候 立刻就觉得领导吊爆了 自己弱爆了 所以当前辈们 能用很长的年假 去那些自己也很想去的地方 晒太阳 享受生活的时候 自己的内心 又会伸出好多羡慕和矛盾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不迎着困难往前走 前辈的现在 无论如何也成不了 我们的未来 只是内心会变得不那么勇敢 会害怕 会受伤 我们下意识地逃避现实 幻想自己 能像分道里的人一样 不用担心钱 就有房子 有车 有男人 有妞 还有个乌托邦 于是我们闹头 诉苦 辞职 觉得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这么折腾几次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现实 又把自己 甩到了更靠后的地方去了 每当我懈怠的时候 我就每天去天阳 看各种狗血的帖子 每次我都发誓 不要让自己的未来 过上那样 窘迫而离奇的生活 22岁到28岁 这六年 我们会迅速地走过 而也是这六年 奠定了我们30岁之后的 生活质量 而对于女孩子来讲 如果能在结婚之前 奠定一个良好的事业 和经济基础 无疑是对自己未来 一个巨大的保障 好过把这个重担 扔给一个 其实实现不了 你太多幻想的婚姻 如果我们大学里的志愿 是父母选的 如果我们大学里的课程 是挑好过的选的 那么我们又凭什么 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如果我们依然不愿意 在一个每天 需要消耗八小时家的地方 让自己变成一个 牛逼的人的话 而逃到外面的时间去 那我们内心的那些爱好 心底下那些梦想 生来的些许天赋 也许真的会终老一生了 想为自己的内心 做一点事吗 从明天早晨 上班不迟到开始